自从在99年万圣节主赛场 Gobert在打败了大志老Seed以及摩西Steen 成为了WCW双冠王之后 战神就好像是受了诅咒似的 一直在多次的争冠比赛中 以冠军容易插迁而过甚至渐行渐远 而如今也在反对派新血统领导人的压迫下 战神必须一直保持着不败战绩 以确保自己在公司里的未来 但即使不败的战神愿意一直留在公司 可是如今已经江河日下的WCW却未必留得住战神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最强战神Bill Goldberg的故事第六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睛兄的动力 就在输掉了以战神的比赛不久后 一身肌肉快的Let's Looker 在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后 便在接下来的Starkat 2000组赛场 再次以战神进行的对决 希望借此将Goldberg打败 结束战神再次复制不败战绩的征途 比赛开始前率先到场的Luger 便迫不及待的向众人展示 自己那引以为傲的体型 但就在战神到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 刚才还在那里捎手弄汁的Luger 却立刻对下擂台想要逃避比赛 而Goldberg当然不想为此浪费时间 便主动来到台下向Luger展开进攻 以各种招式将眼前的肌肉大叔打得无力还击 彻底主导了两人的比赛 但就在Luger想要再次逃避比赛的时候 追下擂台的战神却因一次的失误撞向了柱子 这也给了肌肉大叔一丝丝的机会 证明自己绝对不是一个草包子 但事实证明 即使给了Luger使用最强武器铁蚁 指甫 把主裁判当作挡箭牌 或是助手Begwell的助攻 还是无法将这顽强的战神打倒 最后Luger还是无法避免的 在吞下了战神线上的两大招式 Spear以及Jackhammer之后 再次隐恨输掉了比赛 而就在Goldberg庆祝着自己胜利的时候 不服气的Begwell却偷偷戴上了铁蚁 趁机将战神暴打一番后 才甘愿与肌肉大叔一同离开赛场 在StarCat的比赛结束不久后 为了继续与Goldberg之间的斗争 肌肉大叔Luger与Goldberg展开了结盟 并准备在接下来的SAN主赛场 与Goldberg再次进行对决 势必要结束战神的职业生涯 就在这时 来自WCW摔跤训练营的教练之一Bruce 决定挺身而出 以徒弟Goldberg站在同一阵线 一起面对敌人的挑战 就在四人的比赛开始后 Goldberg便以一脚Sidekick 将一旁的Begwell吓得屁滚尿流 然后便以肌肉大叔展开了对抗 但很明显的已经老太隆中的Luger 根本不是战神的对手 于是声名大义的战神 为了让Luger得到薛许的休息时间 便将他甩到了队友Begwell的面前 让两人进行替换 但没想到此时的Begwell 竟然害怕到此时不肯拍向Luger的小手 令曾经叱咤封银的Luger显得相当难堪 但在深思熟利后 Begwell还是在观众们的压力下 将Luger替换了下来 以Goldberg进行比赛 而不贪功的Goldberg也在表演了几个招式后 便替换出Bruce 好让师傅有机会将Begwell教训一番 身为教练的Bruce 虽然身材矮小 但身手还是相当的敏捷 甚至一度将Begwell打倒在地 差一点就赢下了胜利 但毕竟拳头怕烧壮 九战之下 开始陷入疲态的Bruce 还是被对手打得难以招架 而狡猾的Luger知道自己不是Goldberg的对手 疑似便联合Beg一起向较弱的Bruce 不停的连环进攻 但就在一次的出招中 Beg却意外的被Bruce搬回一城 并让Bruce成功拍向了Goldberg的援手 而等待已久的战神一出场 便将两人打得片甲不留 但就在Goldberg来到台下 准备继续向对手施压的时候 却被一名卧底观众以不明喷雾 喷在了脸上 造成战神兔人就变成了盲侠 并让对手找到机会 向失去了方向的战神进行反击 最终战神在铁蚁 以及对手的不停进攻下 倒地不起含恨地输掉了比赛 这也意味着战神在WCW的职业生涯 已经被肌肉大叔Lex Luger花上了句号 在打败了战神Goldberg不久后 可恶的Luger和Beguil还是不肯散罢甘休 就在一场Nighton节目上 两人特意为战神安排了一场举兵仪式 准备给战神来个风光大仗 这场仪式也相当的讲究 除了一台属于战神的棺木以外 出席者也全都盛装打扮 并对战神的离开表现的异常悲伤 这些人除了Luger以外 还包括DoubleJ 死刃冠军Steiner 白毛弗莱尔 以及道路战士Anima等人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场仪式其实就是为了调侃战神而准备的 看见了这一幕后 眼镜胸也感觉非常的气愤 如果棺木里躺着的是送战者该有多好 送战者肯定会将这些猫哭耗子的家伙一个一个干掉 但事已认为这时的战神据说因伤病问题 已经短暂的离开了公司 就在大家期待着商议付出后的战神 向这帮家伙进行报复的时候 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却直接将衰迷们的训练给破灭了 就在2001年3月的时候 WCW被出售给了老麦 而战神Gobert却依旧还在休养 老麦也没有选择将战神的合约买下 因此在之后的入侵战剧群里就少了Gobert这一号人物了 还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不然率迷们就能看见 代表着两大阵营的最强光头来场司机对决了 而这时没有登陆WWF的Gobert并没有闲着 除了参与一些赛车活动以外 战神也短暂的加入了全日本摔跤联盟 以一些日本著名摔跤手进行切磋 就在2003年摔跤狂热19主赛场 为了弥补德洛一直无法在摔跤狂热赛事上 将忍识打败的难堪局面 于是即将退役的忍识接受了德洛的邀请 在这一次的摔跤狂热比赛再次进行对决 而德洛也不负众望 在三次的巨石炸弹之后 成功打败了这位多年的对手 就在战胜忍识后第二晚的落雪木中 获得胜利的巨石便带着自己灿烂的笑容来到现场 并在擂台上讲述了一系列 关于自己能够打败光头的心得 还不忘为大家展示了一下自己舌头的厉害 而就在德洛爽得快望我的时候 一段似曾相识的出场配业却突然想起 对 当然不再是玻璃破碎声 而是战神Gobert来了 在万众期待下战神意气风发的登陆了WWE舞台 这一幕也立刻令到场上的巨石难以置信 昨天好不容易才打发走了一位光头 还没来得及庆祝 现在又来了一个更难缠的光头 于是两人便不停的在擂台上转圈圈 转得眼镜胸都觉得头鹰目眩 在经过一番打探之后 战神便再一句你就是下一位后 立刻献上大招Spear将德洛狠狠击倒 然后便大步的离开了赛场 随后Gobert便一直持续着与德洛之间的斗争 德洛也找来了一位搞怪选手 Kewbert扮演战神 借此将战神羞辱了一番 而战神也不防多让 不但以自己的怒哄 将巨石吓得屁滚尿流 还多次在德洛举办的音乐会上进行破坏 使这场斗争越演越烈 最后为了平息两人之间的恩怨 主办方便在接下来的爆裂震撼主赛场 让两人进行一场对决 就在比赛开始前 已经被吓破胆的巨石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才终于鼓起勇气登上擂台 准备以眼前的战神进行比赛 但就在几次的简单扩招之后 德洛便立刻发现 眼前这位战神的实力绝对不在忍识之下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竟然可以轻易的就将自己打下了擂台 所以德洛便打起了气战而逃的念头 但毕竟自己已经是位好莱坞巨薰 这么做岂不是很没面子 于是就在一次偷袭成功之后 德洛便兴高采烈的回到台上 以战神进行对抗 但不一会战神便使出了一招巨石炸弹 将德洛扎得痛步一生 然后便像猛兽一般等待着巨石的起身 可是却在自己大招spear冲向巨石的时候 却被狡猾的巨石一闪而过 让战神狠狠的撞向了擂台柱子 这一撞也立刻令到战神直接倒地不起 这时开始越战越勇的巨石看到这一幕后 便立刻一转常态 主动将战神带到台上 并为战神献上了索记Shap Shooter 但顽强的Gobert还是忍着被锁的痛苦 爬向了擂台边缘抓到围神破解了招式 而可恶的巨石却故意推开裁判 趁机给战神送上了一条萝卜 让已经痛不一生的战神血上加霜 但之后却在自己准备为对手献上大招时 反被战神截足先登回进了一招spear 两人的交手过程中 协会了这招spear 并以此招将Gobert撞倒 再为对手补上一招巨石炸弹 可是战神实在太过强大 在连吞两招之后还是顽强的抵抗到底 于是德洛便再借再利 为战神献上了自己觉得最了不起的招式 Beeper Elbow 结果还是一样无法完成毒秒 这也令德洛感到非常的沮丧 眼前这位光头竟然连我蝎子王都无法搞定 而就在德洛为此懊恼的时候 复苏后的战神早已在背后等待着他 对联系两次的spear让德洛再也爬不起来 最后则在一招Jackhammer之后 战神打败了蝎子王德洛 完美的为自己登陆WWE的首个斗争花上了句号 在打完了爆裂震撼的比赛之后 成功为Gobert提供了升级包的巨石 便离开了WWE 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的电影事业里 而打败了巨石的Gobert 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之后 又会以哪位武林高手发生斗争呢 战神又有没有机会问顶WWE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绿远镜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战神Gobert的职业生涯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